那现在我们同人在黄国松阵营竞选集合点的记者 图建强连线了解那边的情况 建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的最新情况 是的 文贝 那现在呢我是在人在这个波纳维斯达的一家社交媒体公司 这里也是黄国松和亲友们一起等待成绩的集合点 那黄国松是差不多在大约五分钟前抵达了现场 他到的时候呢看起来有一些的疲惫 神情也有一点凝重 不过他看到了媒体之后还是很有礼貌的微笑跟媒体们打招呼 过后呢现在黄国松是和亲友们大约20名的亲友们 一起在这里的一个房间里面 那可以看到黄国松和未婚妻刘以珍呢 他们也是他也是在房间里打起精神 跟那个每一个支持者亲友们握手寒暄 也有亲友们是带来了鲜花还有他的海报表示支持 那现在呢亲友们跟黄国松都在这个房间里面 等待这个抽样计票的结果出炉 其实根据一开始的安排 黄国松和未婚妻刘以珍 是会等到这个抽样计票的结果出炉后才来到现场 可是现在现场其实还没有收到这个抽样计票的成绩 但黄国松却提早来到 那现在媒体们都在等待黄国松接受访问 那之前的安排是黄国松原本会等到这个正式的成绩 出炉后才会接受媒体访问 不过现在现场呢就开始传出 想说可能他会改变主义或许会提早接受访问 关于这一点呢 我会留在现场继续帮大家跟进 那也告诉一下大家 为什么今晚黄国松和亲友们会选择在这个地方 来作为一个等待成绩的集合点 其实这里呢也是他的团队在竞选期间 很多的策略和会议都是在这里进行 包括他的一些社交媒体的短片也是在这里拍摄 所以今天晚上呢 他们就选择回到这一个地方 就像是经过了连日那么多日的这个努力之后 一起回到这里呢 就是验收成果的时刻 那我会继续留在这里 跟大家做更多的跟进 发回更多的报道